对于盖特网11月30日消息 在那过去的72小时发生了很多事情 据说共产党在全国抓捕了将近一万五千名 参与反抗隔离清零运动的人 从中国各大城市现网和断网的情况来看 反抗民众以及抓捕规模都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对反抗者而言 那过去的72小时非常黑暗 用共产党内部的话说 共产党要极大的恶致的颜色革命在中国蔓延的趋势 而且有人给习近平建言 这个时候出访沙特是否正确 12月7日到9日这70多个小时应该去吗 当年齐奥赛斯库在被枪毙之前也是要出访伊朗 那这齐奥赛斯库就是在1989年的圣诞节被杀的 习近平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齐奥赛斯库 习近平出访沙特的计划已经从78个小时改成50几个小时 但是习依然坚持要去 沙特当局目前已将万好酒店清空 等待习近平的到来 在这7号到9号期间 这个世界的命运真的很可能会被改变 因为现在在暗网上下注要买习近平飞机掉下来的人 有很多 下注已经从2000万美元涨到了5000万 12月7日到9日 对习近平来讲 对中国人来讲 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下注入计划 但这期待就能知道 我下注入计划